其实情人节当然有双鸡 那么业者也纷纷推出他们的优惠 还有准备的套餐 美副饭店就选用和牛 干贝海胆高档食材西克 而军品饭店则主打一博二十 还送月老加持的红线祝福 台北远东虾哥里拉饭店 则是必胜求婚桌上 搭上舞蹈式的套餐 吸引情侣 超大块牛排入锅 煎得直直向 逼出咸嫩肉汁 瞬间想起自三 进口意大利米在薄皮辣椒酱汁内 蹲煮加入鸡肉野菇起司奶油 风味十足 因应七夕情人节大理酒店推情人餐 主食主餐外餐盘也有情人喷话巧思 甚至加码助攻求婚 谢谢 三四玫瑰一盘还有酸甜草莓 用蛋糕花束甜点持大餐 同时掳获爱人放心 就是有准备精美的蛋糕跟甜点 然后一系列的这部分 所以觉得这边的气氛也不错 餐点很好吃 蛋糕非常的可爱 反正他选择的我都觉得很不错 就是我们下一场旁边 有过过鲜乳的红线喔 招来月老红线加持 均品酒店情人餐 主打一博二十 大分量十盎司菲利牛排主餐 特制的草莓巧克力蛋糕甜点 也有爱心小巧思 赠上四款精选酒类 就是要小情侣好好放松 感受过节气氛 牛排很好吃 然后酒也非常就是好喝 然后又有四瓶就是很适合 喜欢喝一点酒的小情侣们 包含住宿一晚 然后还有隔天早餐 跟当日的情人节的晚餐的部分 增加丰富性 让情侣呢 就是可以直接全套的享用 远眺高楼美景 甚至还有藏接服务 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 主打传奇七号求婚桌 二十五年促成七百堆以上加偶 这回由主厨规划 下洋之恋 甜虾迷彩顿饭等五到十套餐 抢供七夕商机 美副大饭店则推出 异国风情人餐 祖时可选择集黑和牛 或是冷盘也有龙虾干貝 甚至海胆意大利面 用最好的给最爱的情人 一年一度的七夕到来 业者用尽心思替情侣加温感情 也抢供疫情后获解上机 记者